接觸慢衣服飾 那不過後面也就是告一段多了 不過在此我就是有學到我 找到我自己的興趣是做王拍這樣 那因為當時社工啊 以及少年隊都一直在關懷我 因為我當時是輟學當中 就是我愛念書都俏家住在外面這樣子 但後面當時 後面因為 後面因為 少年隊還有那個社工的 關心之後被迫就是要搬回家裡 那因為當時王拍也是做得 滿不錯的 然後就是有很多同業來做檢舉我這樣子 那因為被檢舉之後 我也比較愛玩錢也花得比較快 那後面就被迫搬回去家裡這樣子 然後原本的朋友也鳥獸散了這樣 然後就在家裡 墮落了快要一年左右的時間 那到最後到2015年的年初 我決定就是不要再這樣子下去 因為我如果這樣不愛念書之後 我如果上出社會 我也 會沒有事情做 會 就是變成一個沒有人的狼 這樣子 所以我就決定說 搬到台中去 然後做給 證明給那些看不起我的人 來證明我自己的能力 然後到台中 就把之前的一些 庫存就賣掉之後 我就有一些錢 然後當時可能 因為臉書上面正盛行 那廣告我也 因為有一些經驗就是滿會善用的 然後就有找了一些網路紅人來做推廣 之後就是賣了這台麥克風 然後一直到現在這樣子 可是最重要的就是 麥克風那個時候 在台中2015年的時候 其實 6月那時候賣麥克風 第一代麥克風一出來的時候 就是被國稅去插稅 因為當時我是用爸爸的帳戶來做一個生意 然後當時一出來的時候 我就把本稅繳完了 那不過還有一個罰款的部分 那因為我未滿16歲 國稅局他們有一個條例 是未滿16歲可以責辦 那我本稅繳完之後 我把這個罰款在上訴的時候 它下午到隔年 2016年的3月才出來 那我們繳完之後 就上新聞了 所以其實當時我就很錯愕 因為這是一個比較負面的新聞 但是沒有想到 就是會有讓大家 跟我改觀不一樣的想法 謝謝大家給我這樣子的 一個成長的過程 說得太好